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第八代的 GOLF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生邦的赛车场 这个 GOLF 的发表会 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下这个新车介绍 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来稍微试驾一下 千万不要错过 这次在马来西亚发表的 GOLF 第八代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这个 1.4 的 TSI 的 R-Line 还有它旁边这个胚色很帅的 GTI 1.4 2.0 两个的性能都不错 但是我相信大家要看的应该就是这个 2.0 的 GTI 版本 OK 在外观上面呢 这个 1.4 的版本因为它是 R-Line 的关系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可以看到这个 R 吗 我刚才才差点以为它是 GOLF R 来的 但是呢 加上这个 R-Line 的空域套件 加上 R-Line 的这个轮圈等等呢 让它有一点点的 怎么说 惊喜吧 外观设计方面运动化还是很强烈的 总结在我们看那个黑色的 GTI 其实在车头方面呢 你要辨识这个普通的 R-Line 或者是 GTI 版本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这里 如果是 GTI 它有一个红色的线条 还有一个 GTI 的名牌 这个从这里就可以认出来了 来 普通的 R-Line 跟 GTI 你们喜欢哪个版本 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当然啦 作为 GTI 它的跑得快也要刹得停 所以可以看到红色的刹车可见 大直径的刹车盘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刹不住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后面 这个车尾真的是看了都爽 为什么 这个 GTI 的字盖着 其实它跟普通版本的 GOLF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双边的排气管 你就知道它是 GTI 的 可以在这里我们讲一下它的引擎配置 在这个 1.4 公升的 GOLF 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 PS 峰值扭率表现是 250 Nm 跟之前的 GOLF 相比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匹配的是这个 Star速的自排变速箱 再也不是那个 7 速的干式双扭合器变速箱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 应该以后在这个马路上的能见度会蛮高的 至于这个 GTI 的版本呢 它采用的是 240 PS 的 2.0 的 TSI 引擎 配备的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你们觉得我跟这款车有没有很称 是不是应该买一辆来驾 我们进入这个内装的部分 内装实际上这个 R-Line 跟 GTI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它们只要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出差异 例如说这个椅子的配色还有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另外一点就是这边下方 如果是 R-Line 的话它写的是 R 而在 GTI 写的是 GTI 另外这边还有这个通风孔的皮格设计 至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气氛灯的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最可爱的地方 就是这个排档杆变得好小哦 这个排档杆真的真的好可爱 它再也不是以前 Volkswagen 用的那个 上面写的 DSG 的排档杆 然后更换了这个超迷你的电子排档杆 然后后面有这个 Auto Hold 这个电子手刹车还有引擎启动键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 Auto Hold GTI 的版本才有 这个 R-Line 是没有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触屏主机跟这个仪表 怎样呢都是大尺寸的彩色萤幕 这一个显示效果当然是非常的绚丽 而另外一点呢 关于这个主机在国外其实是支援在线更新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暂时支援不支援这个功能 不过使用起来的话我相信感觉不错的 走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 这个后座呢我个人觉得 C Segment 始终还是C Segment 啦 就没有到太差 虽然说在前面调整到我的标准 坐姿之后它的这个腿部空间只剩下 大概是一个拳头左右啦 但是你们可以从镜头看到 我的这个大腿的支撑非常非常的足够 我很少看到大腿支撑那么强的车款 所以我现在坐在后面的话 感觉应该会蛮舒适的 而且加上它有这个独立的头枕设计 所以做长途应该会很舒适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有用可以独立调整温度的冷气出风口 虽然说Blover还是跟CMX 但是最起码冷气的控制 也可以自行控制的 这个是GTI才有 而这一个R-Line的版本呢 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活动因为已经暗了 所以试驾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太多 不过有一个惊喜就是 Golf R 同样的来到了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这个Golf R 的马力表现非常的出色 320PS ROTA 的最大扭力超过400Nm 7速送流器变速箱 4轮驱动系统 这个超级钢炮 大家喜欢吗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介绍就是那么多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我们会把新车借出来自驾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在下面我们下来看到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STANTI